高雄地標85大樓和夢時代購物中心 一片霧茫茫快從視覺消失 南部紅舞最嚴重是這裡 戴上口罩全副武裝 25歲的陳彥茹是大陵府居民 每天回家唯一的路 充斥 煙囪和卡車 我家人不管是爸爸 阿公 他們就會說一定要戴口罩 甚至我阿嬤他就會說 只要我一要騎摩摩車 他就說把口罩戴起來 穿越佔地一千五百公頃的 領海工業區 轉進棕林路 路的盡頭是大陵府住家 找同學來玩 他經過快到我家的時候 他說你家怎麼都是 岩崇跟打卡車 知不知道我們每天回家 路上都要跟這些卡車 一起回家 所以他們就說 哇 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你能想像原本面海有view的村莊 後來是怎麼被工業區包圍 政府在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 以一坪三百多元徵收大陵埔土地 先是民國77年南興計畫填海造路 大陵埔從緊鄰海邊變成內陸村 最後煉鋼廠造船廠 中鋼 中油 台電等五百家工廠進駐 聽海哭的聲音 我覺得這句話 對大陵埔來說很貼切 因為大家都會說 我們這邊是靠海邊 可是其實 如果現在不知道大陵埔的人 來看會覺得海在哪裡 大提琴手陳彥如目前在餐廳駐唱 沒有離開家鄉 因為對這塊土地有感情 天海造路計畫 所以每天經過學校旁邊的 那一條馬路是廢棄物 如渣如死一堆都是從那邊過去 媽媽 老實說 我們這裡的魚有污染 不好買 不好吃 另一戶洪秀局和老公 兒子 媳婦 一家四口住在大陵埔 他家位於東北季風下風口 秋冬時空氣最糟糕 那吹出來它的那個粉塵是黑黑的 像那個灯粉這樣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曬衣服 外面不能曬啊 粉塵太多了 剛洗完的衣服只能曬在地下室 曬在外面的話 光是每天洗乾淨的 又受到那個霉層的污染的話 都要白乾 做白乾 昨天剛洗的 就停一個晚上就這樣 混沉 它那個黑不是一般塗 土壤那個有一點塗色的黑 不一樣 這些都是啊 就有一些亮亮的啦 亮亮的這些啦 根據2014年居民健康風險 評估報告 當地本 乙本 甲醛 彈藥心 綠乙烯排放量太高 本和甲醛更是一級致癌物 附近的居民 氣喘 肺部腫瘤 各種癌症成為常態 我現在就那個 肺部有氣罩 就輕微化 肺部輕微化 他叫我追蹤 大鄰浦奉行李 三年內二十一人 死於癌症四十八人住院 空氣有多糟 居民能自己檢測 附近工廠他都利用晚上偷牌 他偷牌的話沒有證據 當然要裝那個 一個空氣盒子 我們這邊空氣盒子是 P2.5 45微克平凡米 算高還低 算高 一般的標準 現在我們台灣是35 戴口罩我們當然不能說 它的效率一定可以達到90%以上 除非你戴的是Angel的口罩 政府說要千村 預計2019年元月 辦理安置一萬九千位居民 有人世代住在這三百年 怎麼能說走就走 對於千村這件事情 在情感上面 我覺得大家會是很捨不得 然後都不想離開的 可是因為 進來的生活品質 還有就是環境真的惡化到一種 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 三十一歲的張文如 父母在大林浦經營幼稚園 原本希望女兒畢業後 進入工業區上班棚 且飯碗 她通過中游的筆試 最後一刻放棄面試 風險最高 然後薪水卻是最低的 對 她給當地人是這樣子的名額 不會想要在那些國營事業 或者是這附近周遭的工廠下面 成為他們的員工 因為我並不認同他們 當過空姐考上工職後 回到高雄市郵局工作 她抨擊政府說一套 做一套 政府方面都跟我們說 你們大鼻 就是大英普封鼻頭 綁痕地區的每一間工廠 他們其實 他們的排放什麼之類的 都是有符合標準的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工廠數已經太多 這句話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但是又讓新的工廠繼續蓋 也是他們決定的 順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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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